大家好,欢迎收听心清静 希望大家在听之前 点赞,分享,免费订阅 再按下旁边的小钟 多谢大家支持 身佛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真正明白佛学的人又有多少呢 佛法就是佛陀教导我们正确的生活 思想、行为的法则 称为佛法 其实心经一开始 就是教我们要认识自己 学习佛理 透视世间的一切 心经的第一部分 讲的其实就是唯识学 连自己都不认识 怎样帮自己呢 只有认识自己 才可以救度自己 还要认识众生 诸佛认识自己 也都认识众生 所以 诸佛 成佛 度众生 所有的修行 都是围绕着我们的这一伙心 我用白话讲解 只希望大家容易明白 心经的内容 在长篇大论 都只能够做到 文字般若 而真正的修行 必须要靠自己去做 而学习 是可以产生 很多妙有的境界 包括神通 好了 讲心经之前 我想先讲一个故事 话说 一个寒冷的晚上 有一对夫妻 太太用完暖炉 她丈夫 想帮她关掉 手刚刚伸过去的时候 她太太突然间 就很紧张地叫了声 不好啊 会触电的 要用纸巾包着手来关 她丈夫 很明白电弓这方面的知识 毫不犹豫地伸手过去关了 心里面在想 为什么要用纸巾包着呢 她太太见她这样做 就骂她 哎呀 你做人太随便了 暖金尼 电到你 烧着些东西火热怎么办呢 她丈夫 很快又产生起对抗的心理 就说回她 你这个人太无知识了 总是无中生有 就是这样 两个人就 争吵起上来 越骂就越激烈 后来丈夫就觉得 哎呀其实有什么好吵呢 那不出声啦 但是她太太 都不要管谁对谁错 在道歉的时候 她太太还加了一句 为什么你不早点道歉啊 那她丈夫就不出声 心里面叹了一口气 好了我们开始讲心经 等会讲到五韵 就将故事连接起来 做比喻 心经的第一句 观自在菩萨 首先观这个字 就已经是一个大学问 例如有内观 观想 观照 三观 中观 平等观 原生观 等等 有兴趣的日后 我们再研究 在这里简单来说 就是透过修炼 观察自己内心的功夫 达到菩萨的境界 你就是菩萨了 重点是观自己的心 而不是观色 观相 观法 执着了色 相 法 就即是离开了自心 那就离佛太远 越学越错 重点不是读了几多经典 而是透过文师的修学 误出道理 修改自心 才是最重要 而我们学的方法就是 恒心 波野 波罗蜜多时 即是 修行 深入佛学义理中 再实践六道波罗蜜 又无名困惑 烦恼的此案 直至虚刀 了烦恼 了生死 涅槃解脱的彼案 那什么是六道波罗蜜 六种修行方向包括 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波野 由钱入心 第一个是布施 例如捐钱帮助人 对人说法法 劝人止恶行善 以白正道的道理 处事待人 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信息 就是布施 布施就是训练一个人的慈悲心 如果没有这个慈悲心 之后的修行 慈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波野 都不会做得到 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修炼慈悲心 是首要的条件 慈戒 就是 戒除 杀 盗 淫 网 走 五戒 去除心中的杂质 放下我执心 等等 忍辱 就是心量广阔 正所谓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如果事事鸡胶 最终 伤害的是自己 多为人设想 反而 你的得着会更多 精进 就是努力勤奋 一个人 如果缺乏精进 做任何的事 都很难会成功 禅定 是用佛家的方法 坐下想一想 检讨一下自己 有更多的自我发现 放下妄想执着 让自己进入一个 测静的禅定状态之中 令烦恼的心 淨化 误出道理 产生波野力 开天眼 那什么是波野呢 例如聪明未必有智慧 有智慧又未必有波野 可想而知 波野 是比智慧更高的层次 波野有三种 文字波野 观照波野 实相波野 波野是有穿透世间宇宙法则的能力 那怎样才可以拥有波野呢 就是必须实践六道波罗蜜 用禅定及悟性而产生的 佛台用了22年 讲波野 可想而知 波野的重要性 世界上大部分的人 都是唯物主义 很少人关注唯心的学问 不要说波野 连智慧都很低 运用小聪明的人很多 所以 社会上的问题 是因为缺乏唯心学问 而衍生出来 好像上面的故事 你应该明白一点点 人很容易就会产生磨擦 执着自己 意见分歧 等等 众多的问题 上面的故事 只是一个生活小插曲 但是 社会上缺乏唯心的认知 而产生的问题 屡见不鲜 大家细心好好感受一下 应该不难明白我的意思 唯心的重要性 一直被忽略 而得到唯心的功夫 是要花一点气力去寻求 但往往人类天生出来 就是贪亲疵 财色明蝕碎 自私自利 只顾着赚钱 自以为解决身体的痛苦就足够了 认为钱就是一切 大家都在摆脱违心的学问 想摆脱人生的痛苦 佛法是可以做得到的 自可惜很多宗教引起混乱 有正有邪 其实佛教 与佛学是两回事 只是佛教利用了佛陀的学问 教会世人 但是佛教团体 有参痴 有好有坏 世人难以判断 而且大部分的人 都是信仰式来面对宗教 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反对 信仰式 有信仰 自恶行善 有好大功德 问题是我们要明白 修学智慧的重要性 先可以帮到自己及众生解决问题 违心学问 探求的人 少之又少 透过佛教团体 接触到佛学 重点就在 信 愿 行 从信仰开始 我们要发愿 自道道人 在以行动去实践 必须福慧相收 才能够达到究竟之地 一般人说的 心如何作用 通常人就会 联想到心理学 在意识 或者潜意识 这方面去想 在佛学中 所说的修心 学问 就是唯识学 所说的白色 心黄 心所法 识法 等等的组合 所以唯识学 被誉为佛教心理学 我前面几集有提及 可以听回 至于白色规矩中的道理 未来的日子 我会再讲 我讲的唯心 就是唯识学 人有白色 是如何起心动念的呢 唯识学 就是围绕着 我们这个识的部分 去探讨 好了 先讲回心经的内容 我们透过精进修学 以理 执行六道波罗物 产生智慧 甚至波罗力 就能够照见五吻街空 五吻就如上面故事一样 暖炉 开关 触电问题 就是释法 都是跟 雨晨 的作用 之后 同时产生 丈夫 和太太的感受 思想 行为 早已潜藏意识中的 认知 都走出来 炒完一碟 争吵起来 我之前有一集 稍微解释了五吻 色 受 想 行 色 我们的眼 耳 鼻 舌 身 五吻 即是我们的身体 就是色韵 色法的部分 色 就是物质世界 包括声音气味 知识学问 看不到的 辐射电波 一切一切 都是属于色法 色法 也可以解释为 尘 也就是 景 因为色法 都是 因为六根 六尘 和合 产生 我们的 受想 行 即是 心法的部分 电暖炉 开关的问题 就产生我们的感受 思想 行为 及意识 令我们的五吻伤心 生起了 复杂的变化 将层面放大的话 更甚的就是 社会上种种问题 及 罪安 的发生 五吻伤心的混乱 所以能够 透过修行佛学 而达到慈悲心 智慧力 及波野力 有了以上的能力 就能够时刻 观照自己 五吻伤心的变化 自然就更加能懂得 控制 错与对 该做不该做的任何事 而很多时候 造成我们 五吻伤心 复杂的原因 是我们有一伙 第七色 抹罗色 我执心 就正如上面故事 那位太太 执着其自我见解 认为会触电 先生也执着了自我对电力的认知 但又不能够完全否决 真的会有触电的可能性 大家都没有佛学的修为 当情绪生气 所以就大家 争吵起上来 幸好先生 有些佛声 改变了结果 有些家庭 就会因为 这么少的事 可能就大打出手 上警局 分议员 甚至死亡 这些事 大家不是没听过 那到底五吻 如何皆空呢 空就是空间之本性 空可以解释为 没有存在 也可以解释为 有存在 但是没有智性 没有独存性 随时变化的意思 既然随时变化 呈现跟前的 只是暂时有 转变了之后 就等于没有 讲它没有存在过 它确实又有存在过的时候 所以空 也是空的 我们的心念 是暂时拥有 是会转化的 当两夫妻正在 争吵开关 触电问题的时候 如果突然间外面 有人大叫一声 跳楼啊 那这两夫妻 很自然就会把视线转移到外面的事 而忘记了之前的事 就谈论起外面的事 所以他们之前的念头 可以说有 又可以说没有 你说没有 其实 又是真实地存在过 所以 佛家说的是假有 只是暂时有的存在 是因缘和合而生 也会因缘和合而灭 包括人体 都是地水火风元素 暂时拥有 会因为时间 因缘变化而灭 所以 五蕴 都是空性 所以佛家说 世事万物 都是有存在 也是没有存在 就是空移 空移的道理 包括心的本体 都是空性 非指人类的思想及感情 而是指 产生一切意识 与思想的本质 佛说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只是因为执着 颠倒 妄想 种种的虚妄的运动现象 以为真实 而不能够正得永恒本有 的妙明真心 明白了空意 又不可以执着空意 认为世间一切就是空 因为执着了空 就等于 空在你心里面 存在着一个有 空意 是很宽广 心路的道理 有机会我们再深入探讨 现在我们大家试想一下 我们的色受想行色 是不是都是暂时有的呢 而不是永恒的呢 例如一只苹果 因缘和合 而成为苹果 也会因 时间的因缘和合 而枯死 可以说有 又可以说没有 你认为它没有 经过因缘和合 它又可以再次生出来 即是说 世间的一切都不停转化 所以我们要有一种空观思想 破除有或没有的执着 包括我们所学到的知识 所得到的法 否则都是法理上认知的执着 世间所有的事都称为法 例如有方法 执法 看法 等等 所以佛法 即是一切法 所以说 佛法无边 佛法就是智慧 德行 真如 指的是 佛所证之理 世间的法 称为有为法 明白了 照见五蕴皆空 我们要将这个信息 带给众生 让所有人都明白 我们的眼以鼻舌身意 足及的世界 都是暂时有 包括心念 不要执着别人 一句说话 一个眼神 要令自己清静 才能得志在 佛学里面 还有 更深的疑力 可以令大家 了痛苦 了生死 让众生可听闻佛法 就是 道一切苦压 的意思 解决了心里面的苦 就能解决身体上的痛苦 因为 心里的痛苦 比身体的痛苦力量更大 比如有听过 一位母亲 为了健康的BB出生 可以不打麻醉药 生产 见到小朋友卷走入车底 其父母 突掀神力 把车举起 救回小朋友 当一个人的意识 达到某种忘我境界 往往会作出很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以抵受身体痛苦而不知觉 这种力量就包含着一份爱 就是这份爱 我们的慈悲心 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产生我们的智慧 最著名的就是达摩祖师 解脱生死 离苦得乐 解决生死 背后最大的原因就是 持悲心 我们为了救到众生而学佛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得到大智慧 超脱了自己的意识 及潜意识的层面 最终成就的就是自己 人类心色里面的潜能 到底有多大呢 连一些富豪名人 最风光的时候 都愿意放弃名利 遁入空门 追求真理 可知道人类 不单止是生活在 现有的框框里面 还有其他模式 和思想的方向 只是人类被妄心 如痴 自我规限了 要知道了解自己 心识 对自身 及社会的重要性 就明白 为什么要学佛 佛学的真正意义 是什么 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虽然我是长气了点 但是我的目的 都是为人为己 好了 今集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二口 请不吝点赞 吉他 这不准 这个 或者 鱼 多谢大家 有一点